大家好 喂小林 点赞订阅小林财经啊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 火爆 好玩的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啊 墙内的小伙伴们注意啦 墙内这个疫情又暗流涌动啦 细胞子疯狂宇宙又要来了 我们一起来瞧瞧看看什么情况啊 首先第一个地方 来自于这个海兰 你没听错海兰又是海兰 这不是刚解封 不是刚搞了几个月 终于搞定好不容易啊 敢在这个国庆节之前啊 又想赚一波钱 没想到又来 这真的也就再赚一波钱 又再赚一波隔离钱 哎呦 又来啊 又有人去 这是啊 你说这韭菜 有时候也是不长记性 你又去啊 刚搞完你又敢去 你还真敢去 这个海兰日报啊 2022年10月3号 零到19时 三亚市 新增一例 还是个无症状感染者 哈 他说了算 有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是吧 嘿 我说里有就有 是吧 知道没有 在急症隔离筛查中发现 唯当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 一的密切接触者啊 哎呀 特别别扭啊 甭管他就发现一个 然后就干嘛呢 啊 然后就给你们劝起呢 啊 啊 这就据这个新闻报道啊 三亚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 决定于2022年10月4号啊 就就今天 哈哈 啊 7点到12点 啊 就今天早上呗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哎呀 要把疫情捞干 啊 三亚市全域所有的居民和游客 全部都要躺嗓子啊 在全市各社区啊 村居 是固定采样点啊 采样时间2022年到今天吧 今天把它采完啊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领导没有责 人人不知道是哪个人啊 是吧 广大市民游客要积极配合啊 核酸检测工作啊 结果没有出来之后之前啊 要关在酒店里面或者关在哪里啊 没出结果之前的关着啊 复理一个黄麻啊 对拒不配合无故不参加核酸检测造成 疫情传播的人员 将依法从严追究责任 还要追究责任啊 所以 这首先就这个地方 刚搞了几个月 所以你说墙内这个疫情你说有 有任何社会价值吗 有任何这个社会经济价值 你才刚搞完搞完几个月 哦你你现在好不容易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把人关的关的懵了 把他关关傻了啊 你终于 啊 放出来了哦 就感觉 这这可见啊 细胞质是相当肤浅 他的肤浅 有时候那他的简单啊 这就是这么简单出包 你看他他武汉肺炎的时候 他就是哎呀过年嘛 哎呀不要搞啊 不会不要不要闹大啊 过年啊 这个是我们继续搞百家业啊 我们继续这个这个 你看有几个招摇传摇的什么医生啊 把全部抓起来 哈 然后我们开开心心过年啊 啊 这我们 哈哈 啊 中国呢 他也是个老人家嘛 你现在细胞子七十岁呢 你说他老是不是老人家思想 那么中国那些老人家都是这样的 啊 过年了嘛 过年了搞没呀 那么没搞 妈都没搞 哈哈哈哈 啊 所以啊 就国庆节是不是啊 啊 普天同庆 一定要普天同庆 啊 不惜一切代价都普天同庆啊 啊 所以赶在国庆节之前呢 哎 把这个三家解封了啊 解封了一进来 所以这个这里面也有很一个很暗黑的猜想啊 就海南省的这个林相关领导啊 国庆节之前给他拿一个解封啊 来个解封仪式 拿个小红旗啊 我们解封了是吧 啊 然后洗淫游客 你看排队嘛 上两天新闻一派出来 哎 你看我们清零了 然后这个你看游客又来了 哎 你看你一来 又来一个无症状感者 然后这些游客全扣起来啊 不关你个14天 那么交房费 你不不是 哈哈哈 知道没有啊 知道现在这套路了吧 我都搞 逗里玩啊 就逗里玩啊 啊 然后 什么三天三减啊 部分区域实行临时性管控措施 他现在这部分啊很暧昧 你你没没没法 只有本地社区的居民呢 能搞清楚什么什么个部分啊 当时深圳呢 把90%的人都圈起来了啊 然后他说一部分啊 就是一部分啊 这个就像在普京啊 我们是部分动员 他到60岁都争了 哎呦 你你还争你 你还是就剩下60岁以上的你 你说你这部分有意思吗 那啊 所以挺会玩啊 现在都挺会玩 呃 然后是 据了解啊 有一个叫做 无知岛 周岛啊 就很多游客啊 几两千多名游客就登陆了这个岛 啊 现在要给他全部 呃 有序管控起来啊 有序管控啊 要做做核酸 然后该隔离隔离 该该跟稳住稳住啊 啊 然后有有序到时候安排 如果做完 然后什么什么就可以离岛 啊 你看 你看里面怎么离岛 你看 在基地码头安排核酸检测点 对每一位在景区内的游客进行成 卡筛查 然后要签订承诺书 对 也不知道承诺什么玩意儿啊 然后核酸检测等工作啊 对已经签署承诺书的游客啊 发放手环 你看发放一个手环 哎呀 现在越来越赛博朋克了啊 作为出 卡凭证啊 再用大把 巴车 接送至道路卡点 哎 你看 在这里面哎呀 很有意思是吧 有些管理越来越赛博朋克了啊 啊 然后是广东省啊 广东省相当注意啊 这个 很多地方全全部出来 这疫情肯定是不乐观的 因为刚好 呃 西式大陆疫情一直存在嘛 我们都说 但但是他普天同庆嘛 国庆 所以这普天同庆里面的到处去 那确实会造成传染 全世界都会造成传染 这这无一例外 包括中国啊 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恰好呢 可以给大家说 现在广东省到处都都爆发病毒 啊 一个结果就是 刚好卡在国庆后 以及是这个二十大之前 我们要知道二十大不是开是一天的 不是十六号开一天就晚啊 他是十六号开始开 他他他也没说开多久 他可能开到三十一号 因为北京 啊 那个什么无人机啊 什么什么交通管控是管控到 十月三十一号 所以他他一画就画到月底的 这里面啊 现在由于这个国庆呢 什么什么进进出出的啊 疫情散开去了 然后刚好又卡在这个国庆之前 那不是不是不是二十大 二十大对吧 那国庆之后二十大之前啊 这 这 这 他就会 从严管控啊 这 这 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啊 这 这本身很正常的一个规律 我们可以看一下你比如现在广东省啊 今天看到一个惠州 你看 10月4号 0到12时 惠州是惠城区啊 排查出两例 一个都是老人家啊 你看78岁的啊 也要一个73岁的啊 就就退休人员啊 退休人员就在 这小卖部啊 没没去过多少地方啊 所以本地广泛存养 呃 现在很紧张啊 什么小进口农贸市场啊 全全部圈起来 啊 啊 付个几十万个黄码就有了啊 然后全部做全员核酸检测 然后是赵庆市 你看一个惠州 一个赵倩啊 什么广州深圳啊 我看这到处都是啊 然后赵庆市也是发现武力啊 省外输入 哈哈 省外输入 是去到哪里呢 去到市惠龙普服务区临时隔离区 不不就是服务区在服务区捞到几个人啊 啊 这个也 这服务区他是怎么发现的呢 啊 说外省有有协查啊 这个天都地网啊 还不不得了啊 查查什么什么拐卖儿童啊 查什么什么这个偷东西的时候呢 他没找到啊 查阳线倒是蛮快啊 啊 就把这五个人就全全控制住了啊 控制住就做核酸仪做全是阳线啊 一车人那当然了 车上 那肯定都没戴口罩吗 几个人去玩啊 那那肯定一捞全部是啊 全部是就 全送到闭环管理啊啊 然后相关的这个这个服务站全全给控制起来啊 这是你看一个赵庆一个惠州 还有个东莞啊 东莞划定高中低风险区 啊 这是国庆节的一个一个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是政治逻辑啊 现在的大陆疫情 还一个二十大一个明年两会呢 他有一个什么政治逻辑 现在这个政治逻辑跟 一两年前就2021年的时候 那个政治逻辑很不一样 啊 你你看当时是 二零年的时候 中国是以清零为勇 明白吧 所以当时是不会给你确诊 这二零二零年的时候 中国是要标榜自己率先实现的清零 明白啊 所以当时 我认为他他会 因为这个东西本来也测不准啊 他他就尽量不给你确诊 明白没有啊 当时那当时的逻辑是对吧 清零很牛逼啊 所以我我们进 如果你这个地方出来一个 出来一个疫情啊 这个当地领导资料都走啊 所以尽量隐瞒 尽尽量 呃不报啊 是这是当时的逻辑 那现在是什么逻辑呢 现在是表中心逻辑 啊 所以游戏规则 其实同样是清零 2021 2021年 21年 跟今年的逻辑 其实游戏规则 其实是不一样的啊 你发现 你看这个东营市啊 你啊 他就采取一种就是 每发现一个阳线 采样人员可以 奖励 2000块啊 如果你发现一个一个阳线的 你可以奖励2000块 所以现在是要发现阳线 因为全国毕竟到处都有疫情嘛 现在疫情已经散开了 清零已经不可能了 啊 他的政治逻辑 他的游戏规则变成的 呢 他就不是以清零啊 就他不是倾向于补报 他是倾向于哎 发现疫情 大干特干 哎 这样一个是表中心啊 给细胞纸拍马屁 你看内蒙古 我就关他就把关 一个月关一回 一个月关一回 不断的搞不断的折腾 折腾老百姓 反正我这一本地也没没 没什么经济 折腾的哎 你很忠诚啊 你你做的很好 然后再搞点什么疫情经济 核酸经济隔离经济啊 这个关系户也赚了钱 也这个 官僧赚钱 是吧 你看这个这个升官发财 是就这个逻辑 现在是发现疫情 大干特干可以升官发财 哎 你发现 所以 按照这 这样一个政治逻辑啊 还有是 这这种游戏规则 那那他 我们可以预计在二十大啊 这 国庆节之后 我所以大家现在 能能 没什么事 就不要到处乱走了 赶紧回家 那后面估计 就到大干特干的时候了 你 啊 这 就一个星期嘛 国庆假期之后 到二十大开幕之前 这一个星期估计是全国严管 呃 二十大之后呢 二十大之后再说了啊 现在现在都都说不转啊 二十大之后再说了啊 啊 所以我全国啊 都将面临一种 严厉管控啊 大家大家小心就好了啊 小心就好了 呃 你不要指望 无头人间一拍脑袋 给给你全放松 我放不放松 我不知道 现在肯定是最黑暗的时刻 后面会不会会有更黑暗 都不好说啊 呃 然后我就想讲讲这个 乌局势的最新情况啊 乌局势跟进一下 因为这个非常牛逼 非常好啊 我们 呃 要要这个 正能量 我会宣传正能量啊 这个首先是 泽连世纪啊 宣布这个乌乌乌克兰啊 军队已经占领了赫尔松州 两处城镇 啊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啊 在社交媒体发布啊 呃 赫尔松 州的城镇的 哇 这这名字没没法念啊 已经被占领 已经被控制 里面看到的图片 哎 我就我就发现 啊 你看乌兰克赫尔松地区 战况进展啊 已经收复了米海利 夫卡啊 这么个地方 而且我看拍出来照片 那个场地啊 那那通常是一些什么市政大楼 我发现特别完整 特别完整几个意思呢 一个 也没怎么打 那根本就没怎么打 那稍微一进去 如果那那俄罗斯军队 觉得觉得不行啊 要不就投降啊 要要不就要不要不就撤退 他也基本上就没打巷战啊 也就是你发现跟当时什么基附啊 这些抵抗完全不一样 啊 当时什么居民就就自己造一些 燃烧瓶啊 都会去丢啊 全民皆兵 当时是是这么个抵抗 你你你发现 哪里有民意基础 他的根本就没民意基础 那什么公投全假的 你相信吗 这边乌克兰马上就就是个欧盟护照啊 你这边什么一个破俄罗斯护照 谁要啊 你说我我跟随 我肯定跟这边呢 对不对啊 所以这这这边一点钱 没有什么被国际整个制裁啊 都都都吃饭 都马上吃不上了 那乌克兰这边谁都谁都知道打得过来 谁帮你抵抗了 没有人会帮他抵抗 俄罗斯军队现在听说又冷啊 也没有衣服啊 他资源严重不足 只有撤退 硬港也不是办法啊 所以前线也没办法 不会不硬港 我那么赶紧撤啊 这是 呃 我们看到的一些现象的根本就没没怎么冲突 那个整个政府大楼一收回来 这么 因为没没怎么缺不缺个握扫腿啊 这个整整个的场地都都都很完整 啊 可见他他就这样撤了 而且撤的时候啊 还留留下 呃 大量的 大大量的这个这个装备 他都他都没没法拿 哎 这个这个也 仓亡而逃 他那简 简直一一来到哇 乌克兰军队来啊 我们的赶紧撤呀 对吧 打什么呀 那打了回去 你都没没命赚钱呢 上面那些指挥官 哦 各个都吗 不用他打呢 是吧 吆喝的 有什么什么车臣呢 什么什么领导 我见了 呃 不用他打 是吧 只要你 你在前线打 什么都都都润 是吧 啊 最好是是是投降啊 其实投降啊 做做做俘虏 最好啊 哎呀 然后就不要回去了啊 政治避难一下 哈哈哈 啊 那其实下面一般老百姓 包括 啊 这些什么俄罗士兵 他们自己自己心中有数了 对不对 啊 俄罗斯 你看 又在搞恶心的东西 俄罗斯央行 更改了官方外汇汇率的报价模式 啊 说我们在确定官方外汇汇率的时候 哎 我们参考银行报表 以及照交易所交易平台数据 他们一来一个 你就没有人叫一个交易所数据 还有也就是什么的 他放弃整个市场报价 俄罗斯央行宣布放弃市场报价 啊 以什么他们一个银行报表 也不知道哪里来银行报表 你的银行全被制裁 来那个银行报表 什么什么叫什么有 还有个交易所数据 是吧 啊 新的俄罗斯央行称 新的汇率确定机制 可以更加准确的 确定外汇对卢布的汇率 更加准确 更加精准 更加友好 啊 所以 你你这个这个汇率现在都 都是假的啊 啊 制定一个更加假的汇率 不要让他崩啊 呃 然后是乌克兰军方啊 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乌克兰进行挨家挨户检查 寻找征兵连连 啊 就在占领区啊 直接找人 他没人哪 找找也没用 这些打起来 他们根本 他不会用心打嘛 他们 是吧 所以 所以根本就瞎搞 整一套就瞎搞 而且冬天来了 冬天一来冷的不得了 根本没有办法作战 乌克兰这边不一样啊 有这个西方啊 这个 围一个强大的后盾 那么有钱 有武器 什么打起来根本不是 啊 那 他大炮 对对小米 小小手枪 那根本没法打啊 呃 啊 啊 征征找乌克兰人做 做抛飞 他他他他根本不够人 他没没兵啊 所以他就会让那个那些士兵撤得很快 那为什么撤得很快 他没人 他也耗不起啊 呃 你看来自于中东欧九个北约国家的 总统啊 这个领导员联合声明支持乌克兰 申请加入国防联盟啊 同时呼吁增加对基辅的军事援助 你不想让他打这也不是办法 你看捷克 埃沙利亚拉图维亚 立陶宛 北马其顿黑山波兰啊 斯洛伐克罗亚罗马尼亚总统表示坚决支持 啊 坚决支持啊 乌克兰加入北约 啊 俄罗斯国防部也是承认了乌军突破了赫松两地俄军的 防线啊 其实一个叫佐罗托伊巴尔卡啊 一个叫亚历山德罗夫卡 哎呦 做的啊 呃 就就这么个情况啊 先说到这里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点分享 拜拜